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欢迎来到英雄初少年的故事时间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做爱丽丝和爱萨克 我先要问问你们 爱丽丝和爱萨克通过这个图片的话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来 我问问你 北极熊 对了 是北极熊 我们就要来讲讲两只北极熊的故事 你们要听好了 爱丽丝和爱萨克不再是朋友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一开始就说他们俩不再是朋友了 爱丽丝挖了一个雪洞 但是挖得有点太小了 住不下爱丽丝和爱萨克两只北极熊 爱萨克就扭来扭去 扭来扭去 想用他的大屁股把自己挤进洞里去 他们都想把自己装进北极熊蛙的洞里 可是爱丽丝也扭来扭去 扭来扭去 想把爱萨克的大屁股给挤出去 哇 就这样挤来挤去 扭来扭去 挤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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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终于这个小雪洞啊 被他们给挤垮了 哎呦 这可怎么办呀 两个人都没有住处了 爱丽丝发着大大的熊脾气 跺着脚离开了 爱萨克呢 发着没那么大的熊脾气 也跺着脚离开了 哇 爱丽丝没好气的踏过雪原 穿过冰原 他看到一群熊鸭在天上展翅着高飞 哇 看呐 是鸭子 可是马上他就叹了一口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到爱萨克不在这里 看不到他们 哎 我们再来看看爱萨克吧 爱萨克呢 孤零零的大步的走着 他发现有两只北极狐 在冰面上快乐的玩耍 哇 他好羡慕他们呀 嗯 可是他看了一会儿 也叹了口气 默默地走开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到爱丽丝看不到啊 他有点想和爱丽丝一起玩了 爱丽丝啊 慢慢地走着 发现了一个能产生巨大声响的冰窟窿 哇 他想爱萨克一定会喜欢这个的 他想如果爱萨克在这里就好了 嗯 可是他一想爱萨克不在呀 于是继续伤心地走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爱萨克 爱萨克呀 伤心地一步一步慢慢地走着 他突然看见了北极光在闪烁着 哇 爱丽丝最喜欢北极光了 他想 可是爱丽丝看不到啊 哎呀 爱萨克走啊 走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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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然他看到了最美妙的东西 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爱丽丝啊 哎 爱萨克终于又看到爱丽丝了 哇 他好激动啊 爱萨克和爱丽丝又开心起来了 他们俩一块轻轻地挖呀 对呀 拍呀 终于建好了一个完美的雪洞 他们蜷缩着身子钻到雪洞里面 哇 暖暖的 幸福的拥在了一起 那么这个呢 就是多月姐给大家讲的 爱丽丝和爱萨克的故事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如果没听够的话 没关系 千万不要走开 因为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哦 再见 再见 by bwd6